台湾市竹游戏团队19日推出心灵恐怖游戏 还愿Devotion 大受欢迎 不但登上Twitch游戏 更有许多游戏实况主开台 而曾因通灵少女 爆红的退休灵魅索菲亚 昨天25日晚上也开完这款游戏 但她随后也在脸书上爆出有看到美心站那里 令不少网友感到发毛 索菲亚昨天开挑战 还愿 不过具有通灵体质的她 在过程中都相当淡定 全程用理性不迷信的方式来讲解 也因剧情感叹说 很多人在发生事情无法解决后 都会寻求宗教来找寻出口 再把事情推给鬼神 让自己感到轻松一点 但她认为信仰确实很重要 不过这样的信仰文化是带给人力量变更好 不应该反被绑架 而索菲亚也表示 教育已经苦极 希望不要再有阴炎物就医 吃天方 导致耽误治疗而造成悲剧 更强调应该把身体交给医生 把心交给菩萨 最后一语道破的说爱我们的是神 控制我们的是人 她不同其他人的观点也引起不少共鸣 不过 索菲亚随后也在脸书上透露 她有看到美心站那里 希望讲的道理能让美心放下 也幽默的说感谢大家体验我的日常 这一番话也网友看完发毛 直呼稍微体会仙姑平常在宁静的地方 看见热闹的画面的日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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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